这是格林怪物里最有价值的电门怪 他体内的电量无穷无尽 可一旦情绪激动 惹怒他的人就会被他瞬间电成黑毯 甚至放个屁都能蹦出电磁脉装 而他经过荒废已久的房子时 都能让里面的灯重新亮起 堪称人形发电站的存在 他本想躲在废房子里 低调地用爱发电 可这天 三个网红却来到了这里 他们听说这栋房子经常半夜闪灯 加上里面曾经死过人 附近的人都觉得里面不干净 身为探险主播的他们 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顺便拉一波流量一夜暴红全网 为此 还准备了专业的设备进行拍摄 下编了一段吸引人的开头后 他们便走进了里面 刚进门 三人就选择分头行动 小黑在一楼直播 而长发男则是来到二楼 还没等他走进房间查看 感应器就来回跳动 很明显里面肯定有东西 就在这时 一楼的小花突然发现 吊灯闪了几下 他赶紧按动开关 但并没有什么用 见状 他赶紧叫来小黑 而小黑刚到旁边 就看到感应器 读树突破了正常值 得知小花刚刚的遭遇 他也觉得奇怪 毕竟房子已经荒废了好久 不可能有电的 不信邪的小黑再次按动开关 可这次亮的并不是灯 反而是电磁炉 两人当即被吓了一跳 当他要拍摄时 一只带电的怪物 突然抓住了他 随着一声惨叫 长发男就被变成一条黑炭 从楼上摔了下来 很快 警察就接到小黑两人的报警 阿强两人来到现场 就看到变成黑炭的长发男 老吴说 死者是一个网红 专门直播鬼屋探险 而死者这种烧伤程度 除了发誓被雷劈以外 只有高压电能达到这种效果 可这里早已断电已久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而他们来到二楼后 看到了死者直播时的设备 阿强觉得摄像机里 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 于是便让老吴拿回去做修复 接着阿强找到小黑两人询问情况 小黑间乘是房子的鬼魂 弹掉了长发 因为长发的死因 和当年遇害的夫妻俩一样 都是电机而死 而且还是一瞬间的事情 可阿强并不相信鬼魂一数 在他看来 想要把人瞬间电成黑炭 也只有韦森能够做到 只要评论区输入报报自己 就会出现一个卡通特效 快去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回到警局后 阿强两人调出了 那栋废弃房子的信息 从报告上看到经常有人报警 让警察进去查看 因为附近的邻居 经常看到里面有灯光闪落 有时候还发出奇怪的惨叫声 可警察进去后 却没发现一场 而阿伟也查到了 五年前凶案的信息 他们死状和长发的硬物一样 都是被电死的 看来 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人 为了调查清楚 两人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检查 他告诉两人 当年去到现场时 根本无法辨认尸体的模样 唯一的线索 就是女士帕蒂手上被融化的婚件 他们怀疑死者就是房主夫妻 根据尸体被烧焦的方式 法医觉得起码要20万安倍的电动 才能造成这种惨状 当时他们以为是入室抢劫杀人 可整栋楼的贵重物品却完好无损 只有夫妻俩和身下床垫遭到了破坏 凶手像是有一把超强的电击枪一样 虽然很离谱 但他们也查到了有作案动机的 夫妻俩中的妻子帕蒂 和丈夫斯特森的同事西奥有婚外情 他们猜测西奥可能是觉得怕 会为了他离开斯特森 可结果并不如意 这才痛下杀手 而凶案发生后 西奥也不知所谓 他们曾联系过西奥的妻子莉莉 但并没有问到什么有用信息 而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西奥是凶手 案件至此没了下门 到了第二天 老吴也修好了长发的设备 从里面提取出了他拍摄的内容 果真在视频里看到了凶手的样子 很明显 他就是一只伟僧怪物 见状 阿强让老吴去把图片打印出来 打算拿着他去找莉莉询问线索 或许看到韦森模样后 能问出西奥的秘密 于是 他们赶到了莉莉上班的地方 得知几人又来调查五年前的凶案 他显得很不耐烦 阿伟说凶手可能是他的丈夫西奥 而且最近又回到废弃房子里作案 莉莉听完 当场就反驳了他 见状 他们拿出那张照片 说他丈夫就是韦森怪物 这次过来就想知道他是什么怪物 可莉莉却装作不知情 找理由支开了他 阿强连忙追上钱 坦白的身份 听完 莉莉当即被吓出了原形 他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在五年前 自己的丈夫西奥和帕蒂有一头 为了阻止两人继续发展 他把两人事情告诉了帕蒂的丈夫斯特森 本想通过他去斩断西奥和帕蒂的情思 可结果却是相反的 斯特森选择杀了西奥和妻子帕蒂 他告诉阿强 自己的丈夫西奥绝对不是凶手 因为他和自己一样 都是只猫头鹰怪 而斯特森就是照片上的电门怪 虽然他知道凶手是斯特森 但他以伪森形态作案 这话说出去也没人相信 所以才决定隐瞒真相 随后 几人回到房车查资料 在古书中找到了对付电门怪的办法 书上记载 电门怪能瞬间产生巨大的电力 一旦靠近就会有生命威胁 为了干掉这种怪物 格林仙祖用剑毒蛙的毒 做了一种药剂 但使用方法却很奇怪 就是把药剂塞进耳洞了 听起来很扯 但这是唯一能抵抗电门的办法 但没等几人行动 莉莉就来到了废弃房子前 她这次来 是想干掉斯特森给丈夫报仇 可她并不知道 危险正在向她靠近 只见她进到客厅后 就看到一个身影从角落上 上前一看竟是主播小花 她说和小黑一起来的 可没等她解释清楚 莉莉就让她赶紧回家 小花来不及上楼叫小黑 就自己跑了出去 可前脚刚走 莉莉就被偷袭了 她仔细一看 来人正是斯特森 此时的她已经陷入了癫狂 言语里重复着 自己干掉的夺走妻子 还特意拉着莉莉上楼 看看两人做的好事 可上来一看 莉莉眼里只有焦黑的床垫 但在斯特森眼里 却是另一番景象 看来她已经疯癫到出现了幻觉 躲在衣柜里的小黑 看着眼前的影影 赶紧用摄像机拍了下来 而屋外的小花担心会出事 赶紧联系了阿强 她说有个持枪的女人 来到了废弃房子里 原本她和小黑想要继续直播的 但却被女人赶了出来 得知事情经过后 她让小花原地等待 自己马上就到 挂断电话后 几人猜测莉莉应该是想要去找斯特森复仇 如果斯特森真在那 那么莉莉几人可就危险了 他们赶紧前往现场 来到目的地后 他们看着房子里传出亮光 想必是发生了什么 来不及多想 阿强就让阿伟给她耳洞里塞药紧 而房子里的斯特森 正强迫着莉莉穿上妻子的衣服 接着她就抱着莉莉跳起路 脑海里都是自己和妻子的画面 就在她沉浸其中时 衣柜里的小黑却不小心撞到了门上 动静声引来了斯特森的注意 她一把将小黑拉了出来 质问她为何那么电台 躲在自己家的衣柜里看跳舞 小黑不知如何解释 眼看就要被电死 关键时刻 尼克及时赶到 推开了斯特森 打斗中 斯特森发现自己电玩怪的点 竟然伤不到阿强 没等她问清楚来人是谁 就被身后的莉莉一枪弹散 下一秒 斯特森体内的电能瞬间炸开 莉莉当场被震飞 好在并没有造成严重伤害 回到警局后 几人也在为莉莉的案件定型 最终他们决定以正当防卫为由 不起诉莉莉 毕竟牵扯了韦森怪物 很多事情都要特殊处理 可小黑发到网上的视频 就是另一个性质了 毕竟身为网红 有些东西不能乱说 好了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